中国人向来爱打麻将 但关于打麻将也有一个恐怖的传说 传说当四个人轮流打出西风牌的时候 打牌的人将会先后死去 这就叫做四人归西 小爱是一个灵异小说作家 最近他正在为缺失灵感而苦恼 这时对话矿谈出一列消息 网友阿强发布了一则 征求玩四人归西的消息 这次消息同时吸引了寸头和一个女白领 为了找找灵感 小爱也决定去玩这个游戏 阿强和他们约定好在船街碰面 很快小爱女白领和寸头如约而至 等了一会儿之后 阿强终于显身 阿强自保身家说 自己是神学院灵魂学的博士生 约他们来是想证实一下 四人归西到底是真是假 然后将这个实验作为毕业论文的题材 传说都说四人归西会出人命 不知道几人有没有胆量参加这个实验 几人明白了阿强的意思 来都来了其有灵场退缩的道理 寸头甚至巴不得立马打几圈麻将 数研一下 阿强却说不着急 这个实验必须在英年音乐英时进行才行 正好明天是鬼节 也就是说要在明天零点才能做实验 女白领说自己明天要出差 恐怕不能赴约 但是临时换人又有点扫兴 于是几人约好明天零点再网上打麻将 第二天快到点的时候 阿强让他们把自己的西风牌都保留下来 到了零点的时候 几人轮流把自己的西风打出 紧接着阿强又打出一个一桶 四人归西还不够 还要来个一桶归西 想想都够四点 寸头想也不想直接跟了牌 其余俩人也不相信会有这么邪门 于是都跟着打出了一桶 之后阿强那边就没了动静 三人等了许久 等得十分不太烦 这时寸头的妈妈打来电话 让他出去帮忙搬一个柜子 寸头只好下线 坐电梯下楼的时候灯光闪了一下 因为这座电梯常年出毛病 所以寸头不以为然 谁知下一秒 一液体掉落在他的脑袋上 往上一看 电梯上风流满了血迹 寸头吓得大呼救命 急忙去按电梯 可是电梯不仅没打开 反而渐渐往中间挤压 寸头被吓得昏死过去 这时寸头妈妈搬着柜子回来了 打开电梯才发现 儿子已经没气了 接下来是女白领 女白领洗澡的时候啊 挂在墙上的毛巾突然动了一下 不过她也和寸头一样 并没有在意 不一会儿 女白领泡着澡 舒服地睡了过去 这时毛巾悄掉落下来 盖在她的脸上 女白领感到窒息醒了过来 拼命的掌扎 却怎么也无法将毛巾取下来 等到一同出差的同事逛完街回来 才发现她的身上都已经凉了 第三个轮到了小爱 恍惚间小爱听见一个女人 叫自己的名字 砖头一看镜子里 竟然出现另一个她自己 对方让她靠近自己 这样就可以给她提供 很多的恐怖故事题材 小爱一抬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正用指甲刀抹着脖子 受到极度惊吓的小爱就这样猝死了 警察调查之后发现 几人都在玩同一个游戏 四个人玩游戏 三个人去世 那么剩下的阿强就是最大的线索 很快 他们根据IP地址查到了阿强的住所 来到阿强家后 却没看见阿强的身影 阿强的爸爸告诉警察 自己儿子早在很久之前 就因为和人玩四人归期而心脏病发去世了 所以昨晚和三人一起玩游戏的 到底是人是鬼 而三人到底是被鬼吓死的 还是被自己的心理作用吓死的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